1999年的时候 你是多大年纪呢 就在这一年的一个深夜 浙江省同乡市警方接到报案 在一处破旧的骨楼的化粪池里 发现了一具骸骨 警方立刻赶到了现场 进行仔细的勘察 根据法医的试检报告 和现场的勘察情况 死者为女性 身高在1米6左右 年龄应该在18岁左右 死亡时间大概有6年之久 人体骨骼还很完整 尸骨的表面 没有发现砍痕和切割的痕迹 但是死者的牙齿根部 有玫瑰色的样变 化粪池毁是灭迹的 发现尸体的破旧骨楼有两层 根据调查 这座骨楼原来是本地一位老太太的私产 后来被本地一家羊毛山厂买了过来 92年的时候 羊毛山厂将骨楼改造成了职工宿舍 院里的化粪池就是那个时候建成的 97年的时候 羊毛山厂将这个宿舍关闭后 卖给了其他人 现场就是在民工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 警方从现场提取了很多垃圾 从这个覆盖尸体的垃圾成分来看 这些垃圾都是骨楼里的一些生活垃圾 第一现场应该就是在骨楼里的某一个房间 根据事件报告的死亡时间 那段时间 骨楼应该是羊毛山厂的职工宿舍 死者很可能是羊毛山厂的女职工 随后犯队带人来到羊毛山厂调查 厂里的办公室主任老顾 将厂里的职工名单和工资表都拿了出来 经过这一番调查 发现羊毛山厂的账目很混乱 而且很多员工都是干不到一个月就走了 有的都没领工资 面对犯队的询问老顾支支吾吾 只说是年轻人心气高怕吃苦 厂里的其他职工也好像是在隐瞒什么 这一趟调查没什么收获 可就在犯队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厂里的保卫科科长朱金鸿追了出来 他说他到厂里的时间不长 原来的会计王海珍在厂里多年 厂里的事他都知道 另一遍 法医仔细检查了从现场带回来的垃圾 在一个方便面袋子上发现了线索 方便面的保质期一般在三个月 从现场找到的这些方便面袋子 是在92年的11月份到93年的1月份 那么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93年的1月到4月之间 与此同时 犯队两人找到了王海珍了解情况 据王海珍所说 93年那段时间 厂里确实有个小姑娘 干得好好的就突然不见了 工资都没领 所以她记得很清楚 那个女孩叫黄娟老家是四川的 根据当时的记录 黄娟是住在红河镇 犯队还想再问点什么 可是王海珍却说自己记不清了 言语中好像是有什么隐瞒 犯队两人也没有再继续询问 随后两人来到红河镇派出所 调查黄娟的情况 据当地的警员说 他们这有一个从四川改嫁过来的妇女 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小姑娘 那个小姑娘应该就是黄娟 几人来到河边找到了黄娟的母亲 据黄娟的母亲说 女儿在六年前确实失踪了 不过今年春节黄娟回来看她了 说是嫁给了嘉兴的一个男人 还有了孩子 黄娟的身份初步得到证实 为了搞清楚黄娟当年突然离开羊毛山厂的原因 犯队带人赶往嘉兴找到了黄娟 据黄娟所说 当年羊毛山厂的厂长蒋宝根欺负过她 那时候年纪小也不敢告她 她听一起住的姐妹说过 厂长蒋宝根有宿舍大门的钥匙 而且下夜班的工人 曾经有好几次看到她在鼓楼外边转悠 好几个小姑娘吓得都不敢在厂里干了 就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 这个蒋宝根的嫌疑很大 她有作案动机和条件 不过现在他们手里没有蒋宝根强奸罪的证据 犯队想了想决定再去找王海珍了解一些情况 经过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 王海珍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自从蒋宝根当了厂长之后 厂里就有十几个女工被她糟蹋了 结了婚的怕名声 年纪小的不敢告 拿了点私了费就走了 她在厂里当会计的时候 把这些不清不楚的费用支出都寄了下来 后来才知道这些就是私了费 当时蒋宝根知道她这个会计 知道的太多了 就把她下到车间里 后来厂里精简人员的时候 借口她年纪大了 就把她给裁了 犯罪让她想想93年的时候 厂里还有没有小姑娘失踪 王海珍说还有一个 年纪不到20岁 做了没几天就不见了 不过她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 只知道当时在厂子里有一个叫毛阿水的 是那个女孩的男朋友 曾经到她那领过钱 说是那个女孩不干了 随后警方找到了毛阿水 据毛阿水的交代 93年她在羊毛山场打工的时候 是有一个女朋友叫熊英 不过两人没谈多久就分手了 当时熊英在厂里没干多久 就不见了 蒋宝根还给了她一笔钱 让她给熊英 可是她找不到熊英 那笔钱就自己花了 去年她听说熊英在嘉兴 还开了一家发廊 随后 犯队带人马不停蹄地 赶往嘉兴找到了熊英 据熊英所说 当年蒋宝根欺负了她 她本是想要告她的 可是男友毛阿水说 和蒋宝根私了 敲她一笔钱 可回来后 毛阿水就告诉她 蒋宝根说 她是自愿的 她气不过就到厂里找蒋宝根 没想到蒋宝根找打手 把她打了一顿 还威胁她 要是把事情闹大就杀了她 当时她年纪小 很害怕就离开了同乡 犯队两人没走多久 蒋宝根的打手也找上了门 另一边 技术检测的同事 在收集的物证中 发现了一些碎纸片 经过拼凑 模糊地看到 上面有一个林字 很可能是被害人的名字 还有一个模糊的柜字 柜字后面 有一串数字 100 很可能是号码或者是一笔钱数 经过这几天的技术检测 从现场收集来的垃圾中 有一些狗的腿骨 很可能是人吃完之后扔进去的 还有一些蛋糕盒的底座 和几个收音机的后盖 根据技术部门提供的这些线索 警方又来到了杨谋生厂调查 可是厂里的大部分职工 都不配合调查 于是 犯队两人又找到了 向他们提供过线索的保卫科长 朱金红 犯队询问她 厂里有没有名字里有灵字的女工 朱金红想了想说并没有 犯队又询问她 厂里有没有发生过吃狗肉这种事 朱金红说 以前厂里面养了一条狗 后来被几个年轻的工人打死后 给吃了 当时那几个人被处理了 还罚了钱 财务科应该有记录 根据记录 犯队两人找到了其中一个男工 据她所说 93年1月份的时候 她和毛阿水 杨晓明三人搬进了鼓楼里 毛阿水那时候经常带一些女孩子过来 其中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就叫阿灵 难道死者是这个阿灵 现在毛阿水也有很大的嫌疑 随后警方连夜将毛阿水带回了警局 据毛阿水的交代 她并不知道阿灵的真实性命 她和阿灵是在歌舞厅认识的 俩人熟了之后 阿灵就经常带着另一个叫阿敏的女孩 到鼓楼找她玩 不过在93年的春节后 俩人就分手了 因为她看到阿灵和蒋宝根混在了一起 就在那个春节的假期 她没有回老家 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 就听见楼上的女宿舍有说话的声音 她悄悄上楼 就看到阿灵和蒋宝根待在一起 俩人好像还为了钱的事吵了起来 现在看来 这个蒋宝根不仅强奸女职工 也有了杀人的嫌疑 警方正要将蒋宝根带回警局 蒋宝根就因为派人打伤王海珍和熊英 被派出所拘留了 你把93年春节发生在鼓楼里面 你搞小姑娘的那个事情 给我讲清楚 不讲清楚 今天是顾不了这一关的 有过 同学 阿灵 记者叫什么名字 你们不是一直在我们厂里 查工资单吗 看看就知道了 就我们的调查 阿灵在你们厂里上过两天班 工资单我们也查过了 上面根本查不到阿灵是名字 那我就不找他 好好的小姑娘 才住了几天就不见了 这书面了什么问题 你这个厂长怎么当的 犯队询问他 有没有和阿灵吵过架 蒋宝根回忆说 有一次他和阿灵干完那时候 阿灵开口向他要3000块钱 他只给了300 阿灵就和他大吵了一架 两人在一起几次后 他就发现阿灵就是为了钱 而且胃口特别大 有一次 他问阿灵为什么要这么多钱 阿灵说要给他一个什么 三个治病 不过他没有信阿灵的话 后来他就没再和阿灵纠缠 怕闹出什么事 直到那年春节的后两天 他又找到阿灵 把他约到鼓楼来 两人完事之后 阿灵向他要1000块钱 可是他只给了200 因为这个事 阿灵又和他吵了一架 之后他就走了 经过几次审讯 将宝根一直回避主要问题 其力为自己开脱 侦破工作 暂时陷入了僵局 不过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 死者应该就是阿灵 根据当时百年的身高 是一名六十左右 一名是十八九岁 这个跟死者的特征 也是我们和的 还有这个林子 跟我们在这个现场中 抓到的这个纸片 里面这个林子 也是我们和的 由于阿灵在羊毛山厂打工的时间 比较短 厂里并没有记录他的信息 根据调查阿灵曾经工作过的歌舞厅 有几个和阿灵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说 阿灵叫吴采玲 为了进一步确认阿灵的身份 犯队带人来到了阿灵的老家 找到了他的父亲 根据技术检测 死者确实是吴采玲 据阿灵的父亲说 阿灵的表妹说过 阿灵现在在上海打工 其他的他就不知道了 随后两人又找到了 阿灵的表妹张凤妮 大概在两三年前 他在街上 遇到一个叫潘文贵的老乡 听他说 表姐阿灵到上海打工去了 犯队询问他知不知道 阿灵有一个叫三哥的男朋友 他们在一起打工的时候 听阿灵说过 他交了个男朋友 一直叫三哥三哥的 那个三哥有非病 两人还一块存钱看病 得到这些线索后 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到羊毛山厂 继续调查职工档案 另一路寻找潘文贵的下落 随后 金队来到羊毛山厂查档案 这时朱金红走了进来 从抽屉里拿了一瓶药 金队看了看 询问朱金红是什么药 朱金红说是普通营养品 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另一边 犯队带人抓捕了潘文贵 根据潘文贵的交代 大概在六年前 他在歌舞厅上班 认识了同在那里上班的阿灵 两人是老乡一见如故 慢慢的他就喜欢上了阿灵 经常到家里去找他 那时候阿灵比较缺钱用 经常找他借钱 开始的时候还写借条 后来就不写了 不过他也不在意 可后来十天半个月 都不见阿灵的影子 他的手势化妆品 却越来越多 当时他就觉得 阿灵是背着他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也劝过阿灵 可是阿灵却说 和他并没有什么真感情 之后两人就很少联系了 就在93年春节那几天 阿灵又找他借钱 还约他晚上到鼓楼那边去 那天晚上 他拿着钱到鼓楼去找阿灵 这次阿灵给他写了一张借条 他看着那张借条 想着阿灵和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钱 他越想越生气 就骂了阿灵 之后他拿着钱就走了 刚到楼下 阿灵就冲过来骂他 他气不过 又上去打了他两个巴掌 看着阿灵捂着脸 趴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气冲冲的就走了 回到家后 抽了两根烟 他又觉得不放心 就又回到鼓楼 他爬上楼 却看到阿灵直挺挺的 躺在床上 没了呼吸 当时他很害怕 撒腿就跑了 就在两年前 他在街上 遇到了阿灵的表妹 表妹询问他 关于阿灵的事 为了避免麻烦他就说 阿灵到上海打工去了 就在审讯潘文贵的同事 金队在羊毛深厂 也有了新发现 经过多方调查 警方将羊毛深厂 保卫科科长朱金红 带回了警局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其实这个线索 都是你自己提供的 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天天厂调查 所有的人都很冷淡 就是你 很热情地 跟我们提供线索 可是 你每次 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都让我们走了 不少的歪路 摆过来 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 给你怀疑了 后来我们一个组 去诊设吴采林的身份的时候 另一个组 就继续在天厌上调查 实际上就是 去查你的 里列 我们才发现 你一直在说法 你几次说 你当上保卫科长 是两年 被发辞 你并不知道 情况 可实际上 你九零年 就在天厌调查 从九零年到九三年 你一日 这是配料车界的 张晓公 九三年 你突然调到了保卫科 工资长了 之后也升了 临时工也变成了正式工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变成了保卫科长 引起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在九三年 撑着之后一个月 时间内发生了 很明显 你和天厌厂有某种交易 或者说 天厌厂有什么重要的把柄 落在你的手里 在调查时 我们发现 你在吃进口药 后来我们到医院去喝茶了 这个药名 实际上这是一种 治疗脉性肺病的糖浆 我们在市里 几家大医院调查病例 又发现 你从九二年到今 现在 一直不间断地 在市里 医院 吃了肺病 阿宁为了给三哥 你 吃了这个肺病 一直在想债 他还经常和表妹 阿宁说过 三哥 年纪大了 这个病要更迟 不容易 我们也查过你的 夫妻答案 你在家里 就是排阴老三 听着金队说的这些 朱金虹也没有隐瞒 直接说出了实情 六年前 他在羊毛山场 还是个临时工 有一次去歌舞厅 认识了阿宁 他对阿宁 很有好感 可那时 他已经三十岁了 还是个临时工 没有什么钱 不敢追求阿宁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阿宁偏偏就看上了他 两人在一起后 凑钱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 他为了挣钱 拼命的干活 结果累出了肺病 这段时间 阿宁还是继续在舞厅打工 时间一长 认识了很多客人 他不想让阿宁去舞厅打工 就把他介绍到羊毛山场 可是阿宁嫌累 没做几天就不做了 有一天晚上 他偷偷跟着阿宁 发现他又到舞厅去了 还和几个小年轻打了火热 他当时很生气 就和阿宁吵了起来 不过之后 阿宁还是回到羊毛山场打工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 看到阿宁坐在门口哭 一万才知道 阿宁是被厂长蒋宝根给欺负了 而且饲料费就给了两百块 他当时很气愤 大骂阿宁是个贱 两人就又吵了起来 自从这之后 阿宁就越来越晚回家 还经常喝得烂醉 两人就在不断的争吵中过生活 而他的病在那段时间 也越来越严重 就在93年的春节前几天 阿宁告诉他 自己有办法搞到钱买药 让他正月初二的晚上 到鼓楼找他拿钱 那天晚上 他早早就到鼓楼底下等他 这时他看到潘文贵上去了 没一会儿又匆忙地走了 当时他就觉得 两人一定是没干好事 于是气冲冲地就上了楼 两人又吵了一架 听着阿灵的话 他愤怒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就这样阿灵没了呼吸 等他冷静下来 就赶紧到楼下 找藏尸的地方 正好发现院子里 有一个化分池 等他回去的时候 发现院子里有一个黑影子 他跟上去一看 竟是潘文贵 潘文贵发现阿灵死了 慌慌张张就跑走了 等人走远 他就上楼 将阿灵的尸体抱下来 扔进了化分池 看着阿灵的尸体 他越发地恨那个蒋宝根 要不是他欺负了阿灵 阿灵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他要报复蒋宝根 将阿灵的尸体处理完后 他发现蒋宝根来到了鼓楼 他看到蒋宝根有点害怕 而蒋宝根看到他躲躲闪闪的 当时他就觉得 这个蒋宝根一定是心里有鬼 半个月后 他壮着胆子找到蒋宝根 谎称自己是阿灵的表哥 询问他阿灵去哪了 蒋宝根支支吾吾的说不知道 之后没多久 他就调到保卫科去了 还转了证 看来这个蒋宝根 确实是有什么猫腻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去找他 问阿灵的情况 就这样不到一年 他就当上了保卫科科长 不过他一直没忘记 找蒋宝根报仇 他知道之前的会计王海珍 和蒋宝根有仇 所以他就将蒋宝根的材料 都交给了王海珍 想让他整倒蒋宝根 可是王海珍不是蒋宝根的对手 被厂里开除了 直到阿灵的尸体被发现 他是既害怕又高兴 于是就主动给警方提供线索 把罪名往蒋宝根身上瘾 没想到还是被警方识破了 而蒋宝根有雄鹰和王海珍出庭作证 他的后半生恐怕也要在牢房里度过了 天网恢恢说而不漏 古战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清平所引发的贪欲 毁灭了朱金鸿和阿灵之间本来就很脆弱的爱情 如果少一些嫉妒和冲动 这也许不会是一场悲剧 1999年8月9日 福建省近江市安海镇 发生一起特打凶杀案 拥有上亿资产的商界精英 恒安集团副总裁吴世剑 及其家人被人杀害在五楼的家中 被害人包括吴世剑夫妇和两个未婚的女儿 警方于当日下午4点40分接到报案 并迅速封锁了现场 吴世剑的家中充斥着浓浓的煤气味 吴世剑妻子谢秀琴的妹妹谢丽莹 她是恒安集团的工人 同时她也在姐姐家帮忙做些家务活 下午4点多的时候 她来到姐姐家 敲了半天门没人意 她又要是开门进去才发现的 了解完情况后 李局长立刻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 林科长 李先带基督研和信简研先上去处理 林村水 马上把第一个发现现场的人找来 一大队派一组人去调查 使姐今天的活动情况 另外派一个组 对保安人员进行访问 了解今天小区人员进出的情况 李四大队分两个组 一个组对二动住户进行摩抬 另一组对外围的摩洛西公 小商贩建筑公币进行调查 虚无世界小姨子谢丽莹所说 上午11点左右 她给姐姐家里打电话 可是始终没人接听 当时她没太在意 下午的时候 她又打了几次还是没人接 这时她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姐夫可能是上班不在家 但姐姐几乎天天在家 要么是做家务 要么就是照看孩子 就算有事须外出 家里还有自己两个外甥女 打坐机没人接 打手机也没人接 她很担心出什么事 于是就赶紧打车来到姐姐家 她有姐姐家的钥匙 在外面敲了半天门 没人硬 她就直接开门进去了 刚一打开门 就闻到很浓的煤气味 她以为是煤气罐漏气了 就赶紧跑到厨房查看 厨房里的煤气罐并没有漏气 她从厨房出来 就看到卧室的房门 虚掩着门框也坏了 她进去一看 就看到了两具血淋淋的尸体 当时把她吓得赶紧跑出去 找保安报案 据当班的保安说 乌世界大概是在12点左右回来的 当时下班的工人很多 乌世界的两个女儿 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也不清楚 与此同时 警员们也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场 乌世界的两个女儿 被凶手背靠背 用领带捆住 眼睛和嘴也被交代封住了 乌世界被杀害在另一间卧室 手脚被捆 脖子上有刀伤 她的妻子被杀害在第三间卧室 据了解 乌世界的妻子 一般是十点半左右开始准备午饭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案发应该在十点半之前 房屋的大门没有被撬的痕迹 但是两个女儿房间的门 是被踹开的 由于乌世界的身份 加上这是灭门惨案 凶手作案手段极为残忍 再加上外界的流言蜚语 导致此案影响特别大 福建省公安厅与 近江市公安局两级公安机关 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由60多名警员进行联合破案 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案情 另一位警员却觉得有某种仇杀的可能 因为现场被翻动的痕迹并不大 而且卧室还有几万块的现金没有被拿走 凶手杀害四个人却拿走少量的财物 这也有些说不通 也很有可能是凶手利用劫财的假象 来掩盖报复杀人的目的 从目前的情况看 咱们几种可能都要查 下一步的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下去 一对十几一家的社会交际 经济往来情况 恩怨情况进行排查 二对现场遗失的物品进行布控 三对有前科列纪人员进行排查 四向前生发出视察通报 根据法医的试检报告 吴师介的妻子和女儿的被害时间 是在早上十点多钟 那个时候吴师介还和朋友在一起 回到家后 吴师介被凶手杀害 死亡时间是在十二点多 这个凶手在现场停留两个多小时 他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现在关键就是要排查 十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的可疑人员和线索 随后警员们来到公司了解情况 举公司的同事说 吴师介最近并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他这几天因为车子坏了 都是乘坐吴师介的车回家的 要是有什么异常的 他会知道的 说着他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 就在出事的前两天 吴师介经常到安平酒店去看一个人 不过这个人他没见过 也不知道是谁 随后警员们来到那家酒店调查 据酒店的工作人员说 吴师介经常过来看的那个房客 在案发那天就退房走了 经过调查 那个房客叫唐敏 是湖北京门市人 几年前曾和恒安集团有过生意来往 这个人本来是在广东 可不知为什么突然在晋江出现 而且巧合的是 在案发当天下午 他去向不明 这条线色非常重要 必须马上查听他的行踪 马上接湖北警方 发出视察通报 如果有必要 立即派人前往湖北开整公证 与此同时 吴师介的同事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 向他打听吴师介的事情 他觉得很不对劲 就赶紧到公安局找到李局长 经过调查 这个电话是从福州的南湖宾馆打来的 警员们正准备赶过去 这时李局长接到电话 那个女人又回到了安平酒店 随后警方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这个女人就是唐敏 他和吴师介认识很久了 吴师介曾经帮过自己 他很感激 不久前他在广州学美容不太顺利 他给吴师介打电话询问他 这边有没有好一些的美容员 吴师介给他找了一家在福州的 8号那天他见过吴师介 9号上午他离开的 两人本来约好了他到福州那边后 给吴师介打电话 可他怎么也打不通 后来又打给他的朋友才知道 吴师介出事了 今天他过来 就是想看看是什么情况 经过警方的核实调查 唐敏和这件案子并没有关系 89特大凶杀案发生后 又有40多名刑警队员 驻扎在现场附近 多方面开展侦破工作 为充分发动群众 及时发现线索 10号晚上 专案组还在附近的中学操场 找开了万人大会 对于给警方提供破案线索的 奖励5万到20万元不等 几天后 一个小伙子找了过来 他说10号那天 他在池店一家饭馆吃饭时 有三个小混混过来 他们没有钱 就从他这抢了20块 第二天晚上 他去那家店的时候 又碰到了那三个人 不过这次 他们拿出了一打钱给老板 还说自己在安海 干了票大买卖 根据这个小伙子提供的情况 警方找到了 那三个小混混住的地方 可是此时 那三个人 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在屋里 找到了一卷胶纸和案发现场的很像 这时 房东过来找他们要房租 从房东这里了解到 他的一个朋友 前段时间有看到 这三人中 一个叫黄丽杰的 在恒星汽修厂出现过 随后 警员们又找到了那家汽修厂 这里的老板说 前几天 有几个人送来一台车 其中有一个人 好像是叫什么杰仔 经过调查 那几个人送来的那辆车 是被盗的车辆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三个小混混的嫌疑 是最大的 经过几天的调查 案件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这天 李局长组织专案组的警员们 召开案情分析会 从现场分析看 无世界的两个女儿 应该是同时下班回家 在进入现场后不久 就遭到杀害 死者的衣着比较完整 没有明显的反抗迹象 从常规讲 制服两个成年人 哪怕是女性 凶手 至少也的两人 甚至是三人 还有案外为什么 在现场停留这么长时间 他杀死一个人之后 完全有时间可以逃走 也许 等无世界回来以后 敲诈大笔强财 我最近一直在调查 外来人口情况 如果是外来人口作案 没有理由 先滚绑再杀人 他拿钱走掉就算了 杀人与抢劫的性质 他们不会不清楚 就现场的情况来看 谢秀秦遇害时 身着睡衣 案犯很可能与谢秀秦认识 四日一早 在汽修厂蹲守的警员发现 有两个人将那辆偷来的车开走了 他赶紧打电话给队长 随后警方联系各个路段的交警 拦住那辆车 最终这两人被带回了警局 其中一人就是黄丽杰 一听警员问他8月9号的事 他就慌了 赶紧跪下 说他没有杀人 根据黄丽杰的交代 8月9号上午 他和老三还有阿毛 从池店坐车到安海 去找一个老乡要钱 根据警方的调查核实 黄丽杰并没有说谎 一个月过去了 警方依然毫无头绪 此案在海内外也引起了巨大反响 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员们 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这天警方接到一个 来自广东惠阳的举报电话 举报人自称叫徐六四 这个人在电话里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叫陈小刚 另一个叫三娃子 他们两个人今年8月份来过晋江 并且做了一宗大案 据举报人说 陈小刚曾经卖过三部手机 警方也已经调查清楚 抢劫八个人作案 现在只有陈小刚一个人 复案在逃 这条线之中的几个细节 如路式抢劫 三部手机 作案攻击和作案的构成 等都与我们八九案件很相似 这条线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举报人并没有开核要钱 我想这样 我和杨胡兴去广东 最初举报人 把陈小刚挖出来 这边的工作 你们一起按计划进行 随后李局长两人 来到了广东惠阳 招举报人徐六四 据徐六四所说 他在报上看到了这个案子 他怀疑是陈小刚做的 前几天他在溪水碰到陈小刚 还问他要不要手机 他看了那个手机 是爱立信768的 他问陈小刚手机是哪来的 陈小刚说 是八月份从晋江抢来的 不过他不知道陈小刚住在哪 只知道他经常到一家 叫形象的理发店做头发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将这家理发店秘密监控了起来 没多久 陈小刚就出现在了理发店 随后警员们秘密靠近 抓捕了陈小刚 然而陈小刚只是交代 八月份的时候 他到广州搞了一部车 弄到全州 卖了三万多块 七月份的时候 他在惠阳一家采印厂干了一个多月 钱挣得少 而且还很累 他就不干了 八月五号 他带着刀子和一卷交代纸 来到惠阳边的一栋房子 那次他抢了两万多块钱 八月九号又在惠阳北面坐了几次 抢了三部手机和五万多块钱 经过警方对陈小刚的调查和指纹比对 确定陈小刚与八九大案无关 案件再次陷入了僵局 就在案子发生四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六号 死者家属 向警方提供一个重要线索 他接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电话 对方称 吴世界一家四口被灭门 是有人雇佣他干的 现在雇主要杀人灭口 只要他愿意给一百万元安顿加小 他本人立即就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而且那人说第二天还会打来 这案组通过技术手段 查到了这个电话的位置 是从厦门打来的 四日一早警方就赶到了厦门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调查到这个号码是一个公用电话 警员们在电话亭附近监视 并没有抓到打电话的人 经过调查 这部电话在那段时间有两次打到近江 一次是打给吴世界的新属 另一次是打给安海的一个民用电话 目前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历明电话讲到了一个 只有我们警方和凶手才掌握的细节 这么说 大意见露出来了 经过调查 那个民用电话的基础 是安海站一个叫陈定邦的 据陈定邦说 前天中午 是一个叫吴宏科的给他打过电话 而这个吴宏科和吴世界是一个村的 随后警方在当时采集的全村人的指纹中 找到吴宏科的进行比对 就是他 2000年1月13日 在近江刑警100多天的奋力追踪下 八九特大凶杀案的主犯吴宏科终于浮出水面 这个吴宏科与吴世界是同村人 也是吴世界死去的儿子吴宏拔的小学同学 吴宏科在11月份的时候 与他人合伙做生意发生了冲突 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经过调查 吴宏科在失踪前 与一个姓陈的陪酒小姐关系密切 随后警方案中找到这个陪酒小姐了解情况 据他所说 他和吴宏科并不是很熟 他的妹妹陈平和吴宏科比较熟 之后陈平也被找来了警局 在陈平的传呼机里 发现了一个陌生的手机号 陈平说 他没有给回电话 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警员用手机拨打了这个电话 并没有人接 当他要继续询问陈平的时候 那个号码又打了回来 对方说是吴宏科的小弟 还说吴宏科去了泰国 通过对这个电话号码的调查 打电话的人 是深圳某工厂的保安陈永灿 竟将警方连夜赶到深圳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陈永灿的交代 吴宏科在12月31号找过他 他说和别人打架 把人打伤了跑出来的 警员见他说话 吞吞吐吐的有所隐瞒 便和他说明了其中的厉害关系 陈永灿想了想也说了实情 吴宏科并没有去泰国 31号的时候 他帮吴宏科买了一张假的身份证 名字叫林小冬 后来两人就没再见面 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 吴宏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区号是0311 根据调查 这个区号是在石家庄 这样看来 吴宏科已经逃到了石家庄 竟将警方连夜派人 赶往石家庄抓捕吴宏科 全搞清楚了 这个区号库主要批发福建 近江生产的小视频 前几天这个区号库里 有一个姓纯的业务员 加入来两个福建的人 最讲是他的亲戚 这个男的呢 经常到时来打电话 体貌特征 和你们讲的全对话 人还在吗 在并且住之我们也搞清楚了 你们像野本高的周成彪 住之已经搞清楚了 现在在严重小区 15栋座 在当地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吴宏科在石家庄被捕 经过五天的突击审讯 罪犯吴宏科 供述了1999年8月9日 他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他原先开了一家汽修厂 生意还不错 挣了钱之后 他就天天吃喝嫖赌 不用心经营公司 没多久 公司就倒闭了 而此时 他的心里 却发生了扭曲的变化 他认为自己公司破产 是老天爷不长眼 为什么无世界的公司 能上市 那是老天爷偏心 就在这种阴暗的心理作用下 吴宏科产生了报复心理 和抢劫想法 案发当日上午10点多 他带着一把自制的刀子 和一卷胶带 进入到吴世界的家中 当时他对吴世界的妻子说 要找吴世界谈一笔生意 妻子谢秀琴也没多想 就让他进来了 他坐了一会儿 就拿出刀子 逼谢秀琴拿钱 谢秀琴给他拿了2000块钱 之后吴宏科就用胶带 将他绑了起来 这时候 谢秀琴认出了他 他和自己的儿子是同学 既然被认出来了 他就想着要杀人灭口 可这时候 吴世界的两个女儿下班回来了 他们也认出了他 于是 他就将这两人也给杀害了 正当他要走的时候 吴世界回来了 他也只能一不做二不休 杀人灭口 临走前 他担心几人不死 还特地割断了燃气管 他将抢来的赃款拿去赌钱 结果输了个金光 这才又动了歪主意 向受害者家属索要钱财 结果来了一出自投螺网 把自己套了进去 吴宏科的犯罪动机 十分卑劣 以图财为目的 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先后杀害吴世界等四人 并将全家财物悉数抢走 造成的社会影响非常恶劣 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就此震惊海内外的 竟将八九大案 在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成功告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管你多爱财 多想赚钱 如果取之无道 则毕生祸央 1997年8月5日 浦江县某机关单位宿舍 一个小偷闯入了 三楼的一家住户 他本来是想偷点钱 可是在他到处翻找的时候 在卧室的枕头下面 意外发现了一把手枪 和十余发子弹 事主回来后 发现枪丢了 赶紧报了案 简余倒枪案情的重大 成都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 立即组织警力赶往浦江 经过仔细的现场勘查发现 除了那把手枪 其他财物没有被盗窃 该机关宿舍楼 东陵办公大楼 南陵农田 警方分析 发案时间应该在下午的 两点四十分左右 犯罪嫌疑人趁着上班时间 做的案 由于案情重大 警方不分昼夜的 对县城所有的旅店招待所 进行了地毯式排查 寻找破案线索 可是正当排查工作 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 在成都市大一县 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枪击案件 1998年1月9日 春节前夕的一个赶集日 在大一县一个镇地税所宿舍 一名叫谢洪的工作人员 被枪杀于家中 市局的警员接到报案后 连夜去车赶赴大一县 经过现场勘察 在卧室的床上 发现一枚手枪弹壳 受害人身上的钱财 以及一块手表 未被凶手拿走 室内无明显反动迹象 经过对案发现场的枪弹 痕迹检验 凶手所使用的手枪 就是普将被盗的枪支 根据地税所的 其他工作人员所说 案发当日正好是赶集的日子 人比较多 地税所机关宿舍大院里 有个厕所 那天进进出出的人员比较多 当时门外发现一个小伙子 上午进去后 就一直在院子里逛 其实谢洪那时候 已经出门了 可是他忘了拿头盔 就在他返回去拿头盔的时候 遇到了歹徒 这个大一县的地税所 也是一个机关单位带宿舍的 前面是办公单位后面 就是单位宿舍 作案时间也是在上班时间 而且这两起案件 都是通过撞门入室刑切 随后 警方根据作案手法 进行摸牌调查 在雅安市天权县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件 1998年2月25日早上上班不久 有个退休的老干部到警局报案 在警局对面的机关单位宿舍楼里 有人打架 一开始是说丈夫把妻子打死了 丈夫跑了 警方接到报案立刻赶了过去 没想到夫妻双双被害 在案发现场 警方发现了几枚手枪弹壳 家中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根据那个报案的退休干部所说 当时他刚从外面回来 在楼下发现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男人走出来 和他说 楼上出事了 让他赶快报案 退休干部也听到楼上有动静 于是他就赶紧报了案 据他所说 那个男人好像是川东那边的口音 鉴于案情重大 雅安市警方立即将情况汇报 给了四川省公安厅 成都市公安局接到省厅的指示 立刻赶往天泉县 经过枪弹痕迹鉴定 天泉县的枪案 与浦江大义两起案子 是同一案犯所为 案犯选择机关带宿舍的环境 白天戴手套撞门行舰 遇到侍主就杀人灭口 从开始的盗窃 到后来的行凶杀人 犯罪分子的行凶手段 在不断升级 省厅决定将这三起案件 并案侦查 于是成立了八五枪案专案组 并将案件通报全国 八五枪案 也成为了四川省 头号挂牌的大案 因为天泉县的案子 有了目击证人 警方着手进行案犯的 模拟画墙工作 同时警方也派大量警力 在这三个地区 进行地毯式排查 警方分析 这三起案件所发生的地点 不是在公安局对面 就是在机关单位宿舍 案犯很有可能有过前科 随后警方派人 在四川省各个监狱 查找线索 1998年11月23日 成都市管辖的双流县 粮食局宿舍 又发生一起类似案件 根据目击证人所说 案发那天上午十点左右 他们在办公室 听到后面宿舍里有枪声 等他们赶过去查看时 就看到受害者 倒在家门口的楼道里 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 在将受害者送往医院的途中 发现了在受害者身上的弹壳 警方在现场勘察时发现 房门是被撞坏的 楼梯扶手和墙面 都有喷射状血迹 地上有三枚手枪击发的弹壳 经过枪弹痕迹鉴定 又是颇将85案子 那只被到枪支所击发的 通过对周围群众的走访调查 警方发现了一个嫌疑人 身高在1米65到1米7左右 短平头 他曾在粮食局宿舍院里问过路 警方猜测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案犯 根据现场募集证人的描述 案犯的模拟画像也在有序进行 与此同时 省公安厅紧急部署 在全省范围内的大面积不空 积极寻找案发周围的可疑线索 针对犯罪嫌疑人流策作案的性质 以及对成都亚安地区 比较熟悉的特点 专案组分析认为 案犯很可能在这一片生活 就在这时 亚安市保兴县传来一条重要线索 在1998年6月22号到10月22号 保兴县连续发生了四起白天撞门入室盗窃案件 经过保兴县警方的调查 一个叫杨军的男人有很大的嫌疑 而这条线索是来自保兴县二星宾馆的一名服务员 根据服务员所说 10月23号早上他还在睡觉 就听到有人撞门 他醒来后发现一个男人闯进了屋里 那男人看到他后还问他 小妹妹怎么没去上学 之后那男人就走了 警方接到这名女服务员的报案后 马上逐一排查各个宾馆招待所 并封锁各个出城路口 很快在二星宾馆的登记册上 警方发现了是杨军身份证登记的信息 不过经过查证该身份证是假的 1998年12月3日 专案组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赶往保兴县 再次访问了目击证人 目击者对专案组带来的所有嫌疑人的照片进行辨认 不过都被他否定了 经过调查证实 杨军在保兴县先后入住过三次 而就是他入住的这几天 该地都发生过撞门入室盗窃案 随后专案组也调查了其他几个案发地区 都有杨军的入住登记记录 就在专案组为得到这一重要线索而高兴时 浦江县寿安镇又发生了类似案件 1998年12月7日 这天又是一个赶集日 这次的受害人是一所中学的郭老师 据他所说 案发那天的下午四点半 他准备回宿舍换衣服去打球 当时他到宿舍时就发现门石虚掩着的 他进屋的时候正好撞到歹徒 歹徒看到他连开了三枪 男人强忍伤痛从厨房的窗户跳了下去 这时同学校的曾老师也回到宿舍 正好看到郭老师救了他一命 没一会儿歹徒从楼上下来 曾老师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 路上他拨打了报案电话 后来他又拦了一辆摩托车 和车主一起继续追赶 可是在追到田间小路的时候 车子不小心翻到了沟里 歹徒就这样逃走了 另一边 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组织一百多名警员 根据曾老师提供的歹徒逃跑的方向 到附近的山上围追堵截 同时也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成都市公安局 接到报告后 徐领导和专案组的警员立即赶了过去 警方出动近百名警力 以及上千名机干民兵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 并在多处设卡拦截盘查过往车辆和可疑人员 此日一早 警方再次组织了搜山行动 然而二十多个小时过去了 搜索中并没有发现案犯的身影 根据众多目击证人提供的情况 专案组再次对犯罪嫌疑人做模拟画像 很快就得出结论 该犯罪嫌疑人就是八五大案的凶手杨军 根据这几个案发地的宾馆招待所登记册上的信息 杨军在大义和双流犯案时都没有居住记录 但是在浦江犯案时 他在武装部的招待所前前后后住了三次 就在他入住的次日都有发生撞门入室盗窃的案子发生 在其他几个犯案地点也有类似的情况 杨军假身份证上的地址为四川省潘之花市 为此成都警方多次派人到潘之花调查 专案组对潘之花所有叫杨军的男人进行了一一排查 可是又被一一排除了 警方没有放弃 继续加大力度调查 可就在排查工作深入进行时 1999年3月24日 汶川县电信局一名女职工惨死家中 身中四枪 家里的三万多元现金被盗 汶川警方迅速将案情通报给了省厅 随后八五专案组接到这一情况 立即赶到汶川 从歹徒作案手法 以及弹道检验对比结果 汶川的这起案件与八五枪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据警方分析 案发那天下午的三点左右 歹徒撞门进入受害人家中刑切 就在歹徒翻找财务时 被回家的受害人撞见 凶残的歹徒直接连开四枪 这一次他没有立即逃离现场 而是从容地拿走了受害人家中的三万多元现金 在汶川案发后的第三天 省公安厅在都江宴召开了八五系列枪案的协调会议 根据省厅的指示 警方的侦查范围主要以成都为中心 辐射到亚安 汶川等周边几个城市 并在有关单位内秘密发布杨军的通缉令 然而在1999年6月的一天下午 警方接到了保新县二新宾馆女服务员的报案 而这个女服务员就是上次和杨军遭遇过 并被他误认为是学生的那个服务员 女服务员看到杨军过来入住 赶紧跑到警局报案 接到报案后 保新县警方当即将情况上报 并做出周密的抓捕计划 得知杨军没有将房间包下 警方派两名警员伪装成住客 出进了杨军的房间 警员们进去后 立马将杨军按到了床上 在床备下面找到了八五大案丢失的那支枪 审讯室里 杨军交代说 他的真实姓名叫杨熙慧 可是他却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你的事情交代与父 都是一个事 那么现在通知你的老妈来 通知你的女儿来 我们给他介绍一下 他有儿子 一听这话 杨熙慧低下了头 这个杀害五人置身一人的恶魔 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在两年的时间里 他到过二十多个城市 众特大案件有十七起 一般案件中调查的就有几十起 1999年10月 杀人恶魔杨熙慧被依法处决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 八五大案终于成功破获 注意看 这个女人来到安徽省来安线巡警大队 她很焦急的要找这里的队长李德勇 值班的警员看他这样着急 就到楼上的宿舍叫李队长 不知他看到了什么 着急忙慌地跑下来给刑警大队打电话 没一会儿 刑警队的同事就赶了过来 只见李队长倒在宿舍的地上 头部被钝器打伤 地上都是血 经过法医的初步失捷 使脑炉严重损伤而死 现场有过翻动 但变动不大 指纹和脚印已经提取 门窗都是完好的 可能是熟人作案 经过警员对屋内物品的清点 发现李队长的配枪和几十发子弹都不见了 枪丢了可是大事 现场没有发现凶器 既然犯罪分子带走了枪 那凶器不会丢太远 随后警员们在附近进行了仔细地搜查 可是并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 现场勘察的警员在床下的木箱子里 发现了一个带血的锤子 看着很像是凶器 这边技术人员在仔细地勘察现场 与此同时 其他警员也对附近的居民和街上的行人 进行走访调查 据巡警大队的值班警员说 昨天晚上九点多 李队长自己开车回来 回来后就上楼休息了 在这期间也就是十点多左右 门外有一对情侣吵架 他出去了一会儿 再有就是半夜的时候狗叫得特别厉害 不过他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随后警员们找到李队长的司机 据他所说 昨天晚上八点钟 他最后一次见到李队长 当时两人在一起吃饭 他吃完饭就先走了 可没走多远 就听到后面有争吵的声音 他回头一看 李队长正在劝说两个打架的男人 其中一个男人 他好像见过叫王传海 以前李队长还处理过他 经过调查 这个王传海今年32岁 来安县新安镇人 1997年4月涉嫌消赃罪被刑事拘留 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7月又因为挪用单位资金被刑事拘留 9月被合肥检察院取保候审 现为无业游民 经过一番的走访调查 警员们回到警局开案情分析会 经过法医的试检报告 死亡时间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至12点之间 通过痕迹物证以及现场指纹的比对 可以确定王传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且他也是和李队长最后接触的人 王传海手里有枪 他现在是个很危险的人物 随后来安县警方给各个地区发布了协查通报 警员们马不停蹄地来到王传海的住处 可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经过警方大范围的走访调查 发现 王传海和这里的一个个体医生阿牛的关系很好 有人看到阿牛带着几个人进了一家楼房 饭菜还是送进去的 随后警方包围了那处楼房 不过并没有发现王传海的踪影 通过对王传海社会关系的调查 发现他很可能会去三个地方躲避 第一个就是广州 他在广州有个远房亲戚 第二个就是上海 上海有一个和他关系相当密切的朋友 第三个就是马安山 他的前妻和孩子现在就住在马安山 随后警员们兵分三路 赶往这三个地点抓捕王传海 与此同时警方接到线报 南京大厂镇一个娱乐城的老板 与王传海很熟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找到了那个老板 不过他说王传海并没有来过 随后警方也将娱乐城搜查了一番 没有任何线索 深夜一个男人来到警局 他听说王传海杀了人 就赶紧过来了 就在下午的时候 王传海从南京给他打来电话 让他带点钱过去找他一趟 他当时也没多想就去了 之后他就开车回来了 走的时候 王传海好像是奔着马安山的方向去了 另一遍 前往马安山抓捕王传海的警员也已经到了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找到了王传海前妻和孩子租住房子的房东 据房东说 昨天下午来了一个男人找他们母女俩 可不知为什么两人大吵了一架 之后那个男人就走了 随后王传海的前妻也被叫来了警局 据他所说 王传海是过来找他要钱的 他没有给 两人还因此吵了一架 王传海也没多留就走了 还说他一定会弄到钱 经过几天的调查 广东那边基本上已经核实了 但是其他几个地方查起来比较麻烦 这时警方又得到献报 王传海和一个叫张亚的女人交往过密 易得知这个线索 警员们马上展开了调查 据张亚的父亲说 张亚和王传海早就断绝关系了 现在张亚在合肥的一家饭店当服务员 随后 警员们又来到合肥张亚工作的饭店 据饭店的经理说 张亚在这干得挺好的 不过就在前天 他迟到了两个小时 宿舍就在酒店后面 当时他叫人过去找 但是宿舍里并没有人 回来的时候 他说是去买胃药了 以前要是有事都会请假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连假都没请 根据和张亚同屋的社友说 那天张亚确实出去了两三个小时 说是去找他的同学王红了 可是王红说 那天他和别人在一起 张亚根本没有过来找他 随后张亚被带回了警局 据他所说 他和王传海以前是好过 可是他的父母不同意 两人就没再联系了 王传海也没有来找过他 警员问他前天没有请假 去干什么了 他说去找同学王红了 可王红根本没见到他 看着谎言被揭穿 他接着又说 大前天下午 王传海给他打了传呼 说来合肥见他最后一面 前天他就在约定的地方等他 可是他没有来 晚上王传海又给他打电话 说他晚上坐火车来 他又去车站等 可是他还是没有来 警员们再三询问他 王传海是不是真的没来 张亚很肯定的说 没有 看着他的反应 警员们心里早已有了数 这个张亚是在说谎 为了近距离监视张亚 警方派了两名警员假扮厨师 来到了张亚工作的饭店 对他进行秘密监控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来到了莱安县警局 他说案发那晚 王传海就住在他家 四日一早他就到上海出差了 不知道王传海犯下了答案 今天他回来 在家里发现了王传海的呼机 随后警方将王传海呼机里 十天内的消息全部调了出来 发现前几天 有个姓张的女人 给王传海打过传呼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张亚 而张亚那边 也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随后张亚被带回了警局 根据警方的调查 王传海确实就在合肥 看着自己的谎言被拆穿 他也说了实情 王传海现在就住在越西新村 随后警方紧急部署 连夜抓捕王传海 然而狡猾的王传海也早有警觉 看到楼下有警车 他赶紧关掉屋内的灯 从窗户逃了出去 在后向他被警员打伤了脚踝 而他也在打伤了 过来拦截的警员后逃走了 随后警方在各个路口设下拦截 并发动广大群众 寻找王传海的线索 同时他们也接到了监狱的电话 王传海有个关系很好的育友在上海 他很有可能逃往上海了 警方刚准备派人去上海 就接到了上海警方的电话 王传海在上海的行踪已经被发现 随后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他们秘密监控了王传海入住的酒店 最终将王传海抓捕归案 这个被抓的男子 竟然还和警员们谈笑风生 询问着自己做下的大案 在全国排地级 听说自己的案子成了经典大案 他的脸上竟还有一丝得意 这个男人是谁 他又做下了怎样丧心病狂的大案 1993年4月18日 约航市林平镇的联防队员 在例行检查时 发现了一名刑际可疑的男子 并将其带回了办公室 但由于缺乏经验 并未对该男子进行搜身检查 没想到该男子行凶开箱 将三名联防队员打成重伤后逃跑 经过警方的多方调查 犯罪嫌疑人叫王军 机关河南 案发后一直长期潜逃在外 1999年1月25日 约航市乔思镇信用社的两名女职工 像往常一样 从乔思镇卷烟市场收款后 返回信用社 这时他们并不知道 一场灾难正在挡着他们 两名女职工提着收款箱 在信用社门口和一个同事说话 这时一个头戴摩托车头盔的男子 朝他们走了过去 突然男子拿出枪打死了两名女职工 抢走了刚收回来的70多万元钱款 逃跑时又杀害了过来阻拦的门卫 之后便骑着摩托车逃之夭夭了 警方接到报案立刻赶到了现场 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持枪抢劫杀人案 根据现场的目击者说 凶手是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逃走的 随后警方联系武警部队 对各个路口射卡拦截 尤其关注骑红色摩托车的男子 就在警员们紧锣密鼓的调查时 在信用社附近的一个摩托车修理铺的老板 来到警局提供情况 据他所说 那个打枪的是骑摩托车走的 从声音听出来是陵木王125摩托车 他修理摩托车好多年了 这声音他是不会听错的 四日一早 警员们继续走访信用社附近的居民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线索 经过多天的走访调查 初步判定凶手的身高在1米78左右体态偏瘦 讨好的时候是戴了一个戴反光镜的全封闭头盔 骑着一辆陵木王125的红色摩托车 这起案件性质非常恶劣 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调查此案 另一遍 凶手带着那70多万的现金来到了一家宾馆 他拿出宾馆的大垃圾袋 将钱箱子装好 再次出门了 根据群众的举报 在渔航市平尧镇 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陵木王125摩托车 随后警方立刻将这附近监控了起来 经过调查 警员们赶紧上前将其抓获 不过经过询问核实 王云生并没有作案时间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 警方接到群众的举报电话 在人民医院旁边有个可疑的人 他每天都会来 一天要来两三次 而且每天晚上八点左右都会来一趟 他已经观察这个男子几天了 他的眼睛总是朝两边看 鬼鬼祟祟的 昨天他悄悄跟着那个男子去了人民医院 看着他将随身携带的东西 存到了医院楼道里的储存柜 好像是34号柜子 然后他就上了四楼 随后警员们来到医院找到了那个储物柜 医院的后勤主任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34号柜子的锁和其他的不一样 这些储物柜的锁都是医院统一发放的 看来这个柜子一定有问题 随后警员们调查了医院里的所有储物柜 在三个用不同锁具的柜子里 发现了大量的物证 通过技术部门的鉴定 从医院里发现的物证和持枪抢劫案 被害人身上的遗留痕迹相同 而且1993年的枪案和1999年的持枪抢劫杀人案 两起案件现场遗留的指纹比对也相同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的使用者有重大的嫌疑 而这两起案子都是一个叫王军的人所为 随后警员们来到医院暗中调查 根据一位保洁大妈说 他在门诊部的收费处经常看到一个男子 感觉很可疑 那个男子大概有一米七五左右 下巴比较尖 嘴巴是扁扁的 人也比较瘦 头发有点长 是输过去的 根据莫及群众反应的情况 警方汇制出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至此 这个叫王军的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 出现在了警方面前 王军在我们这儿落脚点 时间长达了三个月四个 要把他可能落脚的地方 一些注尸把劫案全部要找 第二条 立即派出五个追捕小组 吩咐有关的 王军可能落脚的地方 实施追捕 第三来讲呢 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可能 搞索后 因为从王军的犯罪诡计来看 从他个人的特点 个性来看 这个家伙是很狡猾的 而且他往往是利用灯下黑 往往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那个盲区来实施他的犯罪 所以尽管他现在是外逃了 也很难保证 他一定不会的 在对王军目前的追捕过程当中 我们要实施一项视频 也许一项视频 守护的力量 在原有技术上要加强 随后警方再次来到医院 进一步调查 据这里的一个护士说 他经常见到王军在第二病区转悠 当时他还问过王军 王军说他是传染科的病人 他们这的王主任还给他看过病呢 随后警员找到那个王主任 许王主任说 王军瘦瘦的 身高大概有1米7、8左右 看上去30多岁 从片子上看 王军是患上了肺结核 而且是多发性的 当时他建议王军住院治疗 可是王军说 他暂时不能住院 只是拿了点药就走了 而此时的王军像一只困兽一样 仍准备购买相知 妄图大干一场 应该是对你这个医院藏民 这个东西的这个 这个行为人治 我们评价是很高的 那么这位评价高 所以我们对他 反确是很大 评价高 评价高是 你想说对方是很巧 但是这位你认为你想得巧 你为什么我不会发现 对 这是对 所以就这样 其实我们很了解 警方在从医院储物柜中 发现的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杂志 这也让警方对于航市图书馆进行了调查 工作人员看了王军的画像 他说这个人前一阵子经常来 借一些兵器知识和一些刑侦类的书 警员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张借书证 持证人叫马丁吉 经过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证实 这个画名叫马丁吉的就是王军 这个借书证是在去年十月份办的 在案发的前两个月 王军频繁的到图书馆看书 主要就是看一些兵器知识和刑侦类的杂志 这时警员想起来 93年的那件案子 好像王军是画名马腾月 现在王军登记的籍贯是河南洛阳 随后警方来到王军的老家调查 不过这里认识他的人 说他已经离开七八个月了 警方从这里也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就在警方全力追捕王军的时候 王军却悠哉悠哉的 和一个漂亮女人在公园谈心 经过多方摸牌 警方派出大批警力 蹲守在王军在渔航的落脚点 主要监控对象就是人民医院 果然几天后 王军再次来到人民医院 他刚踏进医院 就被警员发现了 就在他刚要打开储物柜 准备把刚买的枪放进去的时候 警员们冲上来 将他抓获 经过王军的交代 警方找到了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枪 这起轰动全国的持枪抢劫杀人大案 终于告别 炎炎夏日的一个晚上 女人正在家里涂着指甲油 时不时的还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 像是在等什么人 然而第二天早上 女人却被发现死在了自家的床上 接到报案 警方立刻赶到了现场 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 警方提取了几组文好的协议 经过调查 女人叫仙桃 在路边开了一家饭店 经过法医的初步尸检 死者是颈部遭受外力 窒息而死 有发生过性行为的痕迹 根据现场的足迹 判断 凶手是男性 身高在1米7到1米72左右 体重在70到75公斤之间 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 可是从鞋印上的划痕来分析 这个男人应该有60多岁 这也是让横检专家老张很疑惑的地方 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 警方找到了仙桃的家 得知妻子仙桃被害 丈夫却一直骂他是烂东西 还说妻子早晚得死 听到这话 警员们都是一脸不解 这时女警江敏调查回来了 根据孙敏的反应 死者仙桃生前和好几个男人悠然 生性风流水性洋花 不是个好东西 而且他们在仙桃的BP机里 发现了一条信息 就是案发那天收到的 上面说晚上九点半老地方见 署名是云冲 据村民所说 这个云冲就是仙桃的相好的 随后警方来到了云冲的家 当着妻子的面 云冲不敢说实话 只能要求警员把他带回警局 根据云冲的交代 案发那晚他是约了仙桃 可是他的另一个相好的约他 他就没去仙桃那里 他骗妻子说 自己打了一晚上的牌 当着妻子的面 他怎么敢说实话 正询问着 老张来到了警局 他知道那个鞋印的问题出在哪了 凶手应该是个脖子 据云冲所说 这十里八乡的就有一个脖子 就是在他家对面开小卖店的男人 村里人都叫他老拐 随后警方来到老拐的住处 将他带回了警局 江敏也在他家里 找到了相同鞋印的鞋子 面对审讯老拐供认不会 案发那天 云冲到他的小卖店里打电话 听着他的口气 就知道是找仙桃 云冲那些不要脸的事 村里谁不知道 他那晚喝了酒 看着云冲结了婚还不安分 而他是个脖子 没人看得上他 一直到四十多岁 都没讨上个媳妇 那晚他借着酒进 就去了仙桃的饭店 仙桃看到是他就拼命挣扎 当时怕仙桃呼喊惊动别人 就掐死了他 前往灰灰 案发不到两天 就将凶手抓捕归案 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 而仙桃和云冲 婚内出轨多名异信 他们对婚姻的不忠 最后也只能自食恶果